勇往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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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舒雷勇往之前 日本之行继续进行 我们将在美丽的富士级乐园 体验惊险 刺激 好玩的项目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到勇往之前 舒雷明星爱上我 特别挑战节目 依然是继续我们的日本挑战周围 我们所在的位子就是 并有名的一个冒险 冒险者的乐园 名字叫做富士级乐园 他现在还保存着13项 吉尼斯的世界记录 比如说乘坐时间最长 最长最长的过山车 还有加速最快的1.8秒之内 加速到173公里的过山车 天哪 今天的挑战项目 实在是太惊险刺激了 我们的嘉宾和舒雷斯嘉丽们 能顺利完成任务吗 那今天当然我们所有的嘉宾 努力克服自己的极限 然后完成挑战之后呢 也会大家注意到字幕没有 我们会在这个好的帮助下呢 可以援建希望小学 帮助我们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真的我们的爱心铺满了这个日本的美村土地 也是我们这个节目最重要的精髓所在 好了 今天在我们的富士级冒险者的乐园 我们究竟有什么任务等待大家呢 我们请来看看 请出出提人吧 好不好 他是不是 他是东京工乐里帅气逼人的男主角 他曾和梁朝伟一决高下 他就是红遍日本的大明星 中村亨 让我们去看看 他给我们这次勇往直前出什么任务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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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看了有大家 你好 我是何俊 很高兴见到你 互联维系 观众 大家好 我是郑子虹 因为我本人在中国呢 也演了很多的这个 这个场次的舞台剧 那今天我到了这个排阱场 其实我很兴奋 现在浑身有一种细的感觉 在这个洋艺 所以我想跟这个 中村先生来请教一下 举个例子说 比如说平时我说 我要冰啤酒 就是在生活当中 要在舞台上 我要冰啤酒 现在中村先生要演一个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痛苦的人 在很痛苦的时候 想要一杯冰啤酒 他会怎么样在舞台上表现这个 我先试一下 我先试一下 不要吓 吓死了 他就说我要喝冰啤酒 要这么愁吗 要这么想吗 那我就换一个 老陶 老陶 你在家呀 他的意思是 老陶是一个人 然后呢 他回 他本来以为那个人不在家 结果去的时候突然发现他在 然后那个吓了一跳的感觉 老陶 vs 你的人 你委呆 是的 站 你呢 你答案 我答案 觉得是 ,大哥,他哥 evgen Vergon of his first thing 哎! テープ話的 你把它放一些 我剛才都在一起 在你哪一句話 我在聊天 在我跟我想 我在聊天 聊天 偶爾 在我聊天 對 在我聊天 在我聊天 一般般 还可以 一般般的意思 妈妈 你胡胡 你叫妈妈胡胡 因为这次来到日本 我们会要面对很多 我们没有见过的环境 然后要挑战 没有挑战过的一些新奇的项目 最重要的是 我们希望通过 克服自己心中的恐惧 克服一些困难 然后能够帮助到 需要帮助的孩子 所以要请中村先生 来给我们的明星鼓励 永远集权 我做主 谢谢 谢谢 中村先生手上拿的 就是这一次 我们的任务卡 上面写的是 加油 我们之前的鼓励 加油 谢谢 任务在手上 对啊 在这样一个非常非常 因为很多世界纪录乐园 这个任务一定不简单 就希望我们的这个嘉宾们 多多加油了 加油 富士山下 众嘉宾供舞 冰岸恋人 太荣幸了 把魏晨的第一次给占为奇 超 我 看超级东东怕 怎样在两秒钟之内 加速到173公里 我真的眼冒惊心了 紧张的命运对决 谁会成为幸运者 每个都很奇怪 在世界上最长的过山车上 他们能否完成终极挑战 好期待富士山下 土边 你最好了 好 好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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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 如果 感谢观看